最后我们还有任务五 来任务五 我们看一下 任务五的目的就是 希望你有一个你自己的入口网站 我们从早上到下午 很认真的建立了这么多的页面 你看12345 可是如果你都是用这样子 统统都要靠在这里 那这里的东西也会很多 对吧 所以你的资料就跟你在档案总管一样 你什么东西都放根目录 这样是有点可怕的 什么东西都放桌面 你觉得会不会满出来 会呢 所以说 我就会建议大家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我们在这里 在这边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页面 我看一下 个人首页有没有 你看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个人首页 也就是以后呢 你只要进这个页面 你今天有什么代办事项 有什么样的资料要整理 是不是可以整理起来 然后我自己的行事里有没有 哪一天要上什么课 这个一月份的二月份的 这里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这是完成的 那我把它做一个筛选 因为完成了就不用再看了嘛 所以我看一下 这个筛选 Field根据Tag 好 然后呢 我就告诉他 有些栏位状态的 这里 好 Tag在这里 你家 没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状态的筛选 然后看一下 好了 没关系啦 因为现在时间不够就算了 反正我会像这样列出来了 就是把它列出来 然后你看 这个是Google Notion 自己的日历 也就是因为我的资料库里面 有这个日期 所以你看八月份的 我哪天要上什么课 它这边就会列出来 然后下面这边 你还可以有其他的 这个就是引耐的那一种 我有不同的资料库 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 还有 有人还帮我们家的开课的列出来 厉害 那你看下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也就是说 我只要一个统筹的首页进来就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像这样 帮自己加一个格言 对不对 这个我们没有提到 对不对 这个 那个区块的方式 我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哪里 我看区块的callout 在这 这款也叫callout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文字或标语把它列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是存知识库就不行了 这个就是只有 不是 存资料库就不行 因为它不能混合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新的页面 我就可以这样用 那我先回到这里就好 假设在这边 那我增加一个 你看callout 好 底下 对不对 有没有 你有一颗图 可以换 然后呢 有一些画 你可以打在这里 这样就 比较 做一个提醒 或者有些人喜欢 有一些那个什么 名人格言之类的 你就可以显示在这边 给自己激励一下 那我 所有的这些内容 你可以看到 任务一 好吧 那你就进来吧 有没有 任务二 你也把我放进来 那如果你觉得 我不要用这样页面直接开的 你就来这边帮它转换一下 turn into 有没有 turn into 现在是配局嘛 那你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 我看一下 变成这个 文字 有没有 回来了 可是你的页面还在哦 其实还是在的哦 还是在的 这样 有没有了解的 就看你要不要展开 如果你不要展开 你用这样子点过去 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你点过去 就专门做这件事情了 那 如果你觉得 这样子一个 没关系 你还学过 芬兰 有没有 挪威的旁边 那个芬兰啊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两个 那你第三个 第四个 是不是都可以 而且你看到 我们因为用了这样的整理 有没有 你这边就收到它里面去的 任务一 任务二 所以你这里收起来 有没有 左手边这就比较干净 这样就不会说 好像很多东西都挤在这里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用 notion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喜欢用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这种海板的地方啊 它确实相当的灵活 你看我再拉过来 好吧 还是跟你排列一下 那如果你有代办清单啊 其实你就可以用 也可以在这边增加那些代办清单 都可以 这样 希望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为什么notion 其实上它的精华很多 就是在你跟资料库这边做结合 有结合之后你就会发现 哇原来它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好多 好 那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 我就比较不会安排这些东西 那我当然也建议 你先从它左手边 有没有 有一个叫tempel 那这个呢 就是notion官方的 你可以从这里去先找找看 我比较不建议就是你去 马上去外面找别人的 因为别人的通常会更复杂 它可能这个连接到哪边 又连接到哪边 那notion官方本身呢 会帮你做分门别类 你看这是它建议的 这里有课程的 有club的 社团的 对不对 个人的这个内容管理 知识管理 你的履历 还有如果你是做教学的 这里是不是都有 通通都可以啊 你都可以从这边找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 如果有你喜欢的 比如说这是teacher的首页 你来看看 你看它都是照这样 上面有个图 有个icon 有励志小语 对不对 带办事项 资源 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OK 你就直接把它取得 那如果你只要其中一个区块 也不要客气 你看建立好了 我觉得这个区块 我比较喜欢 你就来这边把它复制起来 Copy 然后呢 你再拿到你自己的里面去 看你要把它贴在哪里 Ctrl加V 那它就会问你 是要连接回那个页面 还是要贴上还有两个同步 你如果像这个功能它叫做同步 就是说你在这里改 就等同在那边改 这叫同步 当然以我们现在需求来讲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同步的 我就可以就是单纯的贴上 那如果你贴进来 在这边 你看我用复制的 从这边这样扣扣扣扣 扣进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多个 你可以像 来看一下 原来不能扣 是因为它下面 它下面是又连接到资料库 它这边又连接到资料库 所以没关系 反正这几个 你可以按Shift 把它选起来Ctrl加C 那我们就回到这边 到你要的地方Ctrl加V 有没有 贴进来 如果你不需要同步 你就不用管它 就直接这样贴进来就有了 就有一个栏位 加一个分隔线 是不是就有 这样你就可以借用别人的资料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你可以拿它的内容来做 不见得一定要完全套用范本 这样OK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 今年最后一场Notion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